李金奥独守小院好几天了 他本来就是被当成附庸带进来的 这几天一干人不在 他的位置不干不尬 总体而言就是被遗忘 加上因为地震 黑石城自顾不暇 连三餐都没人送了 他只得自力更生 这脸去造访买些下等食材 在小院里搭石块起造生火做饭 常常被烟熏的嗆壳 锅盖一掀 里头的样色寒称无比 有一次还被外头的守卫训了 说是烟大 看起来碍眼 李金奥点头哈腰陪小心 身后 龟背蛇眉已经尽数开放 但因小日 饱含细雨 清烟佳月 夕阳微雪 整一个文人默克 静折腰的风花雪月场 但他半分赏玩的心情都没有 意见这种事 还是要吃得饱 穿得暖有闲暇 才能稀稀品味的 所以 眼见几个人回来 李金奥那时发自肺腑地喜出望外 凑上去问长问短 一惊一诈 可惜盯有他们忙的忙躺的 唐雅的雅 没人有空去接他的茶 一番嘘寒温暖之后 院子里又只剩下他 外加一只从车上乱吞吞下来 太头十足的鸡 郑四海自带荣光 李金奥直觉他应该是立功了 有了成就之后 郑四海果然整个都矜持了 也不像过去那么暴躁了 李金奥满腔的热情如同拳头 打出去不能没人收 于是索性都转移到郑四海身上 乐甸甸抱起来放到门廊下 还给撒了一把小米 边上的镇山盒朝镇四海 瞥了一眼 眼神里有点复杂 星号星号星号 夜流西和肥糖回来之后不久 大批的医疗人员就到了 驾驶端得十足 设备加各种手术器械一堆 还煞有介事张罗着 要隔出一间无菌病房 几个人都是外行 看不出门道 只觉得既然这么热闹 一定靠谱 心都烧安了些 昌东现在这状况 不是累赘 但也帮不上忙 在现场碍事 躺屋里闲闷 索性让肥糖帮他 搬了张躺椅到院子里 半些半赏景 歇了会之后 总觉得有人从旁探探 一抬头 正撞上李金奥的目光 李金奥就盼着 这目光交流的机会呢 知道时不再来 满脸堆笑 赶紧冲他挥手 哎 昌东 昌东觉得有点奇怪 然后反应过来 李金奥居然把他的名字叫对了 真不容易 李金奥过来 七七爱爱 先拿郑四海出来 当开场话头 我们家四海 跟你们去黄金矿山 表现还行吧 昌东不大喜欢讲人是非 鸡同词里 挺有活力的 聊天讲究个你来我往 他也搜长瓜度找能聊的 你呢 去参观了大博物馆 挺有收获吧 李金奥就等着他说 他说这个呢 肩膀一垮 唉声叹气 别提了 他一屁股坐倒在昌东脚边 头上挑龟背蛇眉的细腻语丝 倒是挺符合戚风冷雨般的心境 这人生在世啊 还是有权有势的好 可别说英雄不问出身 出身让你的路都不同呢 昌东知道他必有后话 你也知道 我是老李家的旁枝 老李家的皮影秘迹 我是编都沾不着啊 只能拎个西箱耍戏 其实谁比谁差呀 我要有这机会 不定做得更好呢 活了大半辈子了 也没什么成就 我心说得到大城市闯闯 才能有机会 你见到赵关寿对我那态度没 好不容易吧 拖着刘希小姐的 扶进了大博物馆 结果 他向着昌东凑过来 压低声音 你知不知道 人家的博古腰架 都跟我学的版本是不一样的 昌东不动声色 怎么个不一样法 李金敖鼻子里哼了一声 比我那版本多不少呢 我也想明白了 我们这种普通方式 能接触到的 也就是大众版 人家博物馆里的 是完整版 怪不得赵关寿不情愿让我看 有些重要的 还小里小气的 拿黄金盖板给遮住 黄金盖板 昌东心里一动 盛失在一面香化的墙上 中间有一块黄金板 乍看上去 像装饰品的 嗯啊 所以遮住的是什么东西 葵 李金敖拿手笔画给他看 像蛇 长阴爪 脑袋扁圆的 顶心还长了错头发 说是叫龙生第十字 专以货人 昌东一颗 心跳得厉害 还有呢 没了 我看到的就是浮华 上次落款提了一句 哎你说 这气不气人 又不是什么机密 让我能普通方式知道知道 又能怎么样 本来我们这些旁戏 比黑石城的方式 就已经差了一大截了 在这些基础知识上 还对我们藏了掖着 这起跑线 差了也太多了 他穴道到一半 末地住口 昌东脸色凝重 没心紧皱 压根也没再听他说话了 李金敖这才想起来 昌东是个病人 医生吩咐了要心情平和 不要动气 自己在这诸多抱怨 似乎有点不大妥当 他善善的 那我先回去了 你先休息 休息哈 昌东一直坐到傍晚 肥膛出来喊他吃饭 忍不住说他 东哥 你这坐着一动不动 不显冷啊 手脚都冻僵了吧 就算喜欢看梅花 也不至于这么拼吧 昌东忽然问他 你被绑架了那么多天 应该常见到姜斩吧 这前后巨大的 也太跳跃了 肥膛过了会才反应过来 是啊 有没有注意过 姜斩手上有纹身 这还有不注意的 肥膛点头 姜斩纹身在哪只手上 左手跟青枝一样 哦对了 跟希姐也一样 那个青枝不是还嘲笑过我希姐 说希姐是学他吗 在今夜洞的时候 我意识不太清醒 你还记得 刘希砍了姜斩的手臂 是左臂还是右臂吗 肥膛很肯定 左臂 还学叶刘希的动作给昌东看 就是这样 刷的撩了一下 主要是我希姐的刀太好了 换了普通刀 肯定没这效果 昌东沉默 叶刘希说 姜斩的转变 发生在最后一刻 算起来 恰好是在断臂之后 钻引祸人的魁 左腕的纹身 将斩断掉左臂 对叶刘希的态度 顷刻间盼落两人 这之间 似乎有一条看不见的线 在慢慢串联 临睡前 叶刘希过来 跟昌东道晚安 昌东拉住她 仔细看了一回她的纹身 叶刘希不明所以 把衣袖拽下来遮住 说 别看了 真的丑 除了天热的时候 平时我都把她遮得严严实实的 露出来嫌丢人 她就话重提 闻这个的时候 我脑子一定不清醒 真的 我审美没这么差的 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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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石城的医疗队 水准飘忽的厉害 高深的情况像坐过山车 刚有了点起色 又忽然急转直下 像是刚露头的苗 你以为后续必将生机勃勃 谁知一转眼就遭了霜 一蹶不振 两天一过 丁柳就没耐心了 但那些医生起早贪黑 担惊节律 眼睛里都是熬夜的 红血丝 她也不好骂他们是佣医 只能背着人来要求叶刘希 希姐 我们出关吧 出关好不好 叶刘希又去找了一回赵关寿 赵关寿沉吟了一下 也不能说走就走 这路线 安保 都得考虑 这样吧 你等一天 让我安排一下 一天就一天吧 这要求也不过分 反正日出日落 很快就过去了 第二天的早饭 被搅得七零八落 先来了两个雨林卫 传达赵关寿的意思 说是叶刘希曾经提过 丁柳的头上被插过刀 当时草草包扎 没能妥善对待 如今既然出行再急 做个彻底的检查很有必要 黑石城有可用的设备 就是搬不过来 要带丁柳过去做 头的事情 任何时候都是大事 叶刘希陪着丁柳去了 剩下的人继续用餐 没过多久 又来了两个雨林卫 这次是找阿和的 态度恶劣 上手就拖拽 说是黄金矿山的事 有点蹊跷 要带阿和回去问话 肥唐觉得雨林卫形势荒唐 阿和都不能讲话了 问什么问 就算黄金矿山的事 有蹊跷 也轮不上阿和 这种小角色来担吧 这不摆明欺负人吗 肥唐气不过 陪着阿和去了 原本一桌子的人吃饭 三下两弄 就只剩了昌东一个人 但更奇怪的还在后头 明明饭才吃了一半 就有人就过来清理碗碟了 昌东捏的筷子 有点哭笑不得 正想说什么 那个收餐的手上忙活 头也不抬 赵老爷子想见你 说是啊 你也别对谁说 就当是出去溜达 一路溜达到他那 直接进书房就行了 您放一百个心 就是聊个天 很快就回来了 不会留你的 昌东心里一灵 就说嘛 这早上 一出连着一出的 必然是有戏 只是没想到 这戏眼落到了他身上 昌东把筷子放回桌面上 星号星号星号 就当是出去溜达 这话真的多余 以他现在的身体情况 不能跑不能跳 也只能溜达着过去 昌东穿过院子 中途还和李坚敖打了招呼 李坚敖很有加入他 一同散步的架势 而搅局的人也来得及时 门口的雨林卫 把李坚敖给拦下了 口气很凶的 让他把前两天搭的小灶给清了 真是煞费苦心 而赵关寿越是煞费苦心 他对这一趟的书房之行 就越是期待赵关寿 一直以来最关注和提防的 不应该是刘西吗 忽然找他是为了什么 侧面击破 挑拨离剑 一路畅通无阻 昌东也做好了 以不变应万变的准备 饶是如此 推开书房门的刹那 他还是愣了一下 赵关寿居然站在一边 坐在主位上的那个 是青芝 昌东没表现得太过惊讶 他反手眼上门 话说得平静 我没认错吧 雨林卫是通了些眼呢 还是说 青芝原本就是雨林卫派出去的人 赵关寿呵呵笑起来 顿了顿说 我来介绍一下吧 这是龙申的女儿 龙芝 也就是你一直听说的龙大小姐 昌东站着没动 难怪龙大小姐要一直病重 病重了才能卧床不起不见外人 也才能一直在江湛身边伺机而动 龙大小姐病重是假的 真正病重的 并有其人吧 说到末了 目光看似无意地扫过赵关寿 赵关寿面上掠过一丝尴尬 龙芝示意了一下对面的椅子 坐吧 今天要聊的事还挺多 一直站着 怕你累 昌东拽开了椅子坐下 环视四周 上一次来的鬼祟 这是第一次正式进来 黑石城地震 这书房也未能幸免 而且歪得很讲究 从门往里走 是见走见高的 龙芝做主作 本来就气势压人 现在还高了他一头 而那一堵墙的书册 原本齐齐整整 现在全部倒压在了玻璃面上 看得人心头极其压抑 总觉得下一秒 那些玻璃就会全盘崩裂 而那些指侧 会潮水一样喷涌而出 昌东一开目光 他确实有点强迫症 看到这样的场景 觉得眼睛都不舒服 他抬头看龙芝 龙芝笑起来 真是太多事情了 一时之间 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 这样吧 他伸手露开左腕的袖子 露出上头的奎龙纹身 这个纹身 你不陌生吧 昌东恩了一声 你有 刘夕有 江展也有 你还曾说过 刘夕是在模仿你 龙芝右手的食指 轻轻抚过奎龙头上 那一撮颇具喜感的头发 其实呢 三个人之中 只有一个人的纹身是真的 他食指翻转 指向自己 我的纹身 是真正找了擅长着活迹的师傅 一针针照着样子扎出来的 他们两个身上的 叫奎龙 说起这奎 本是龙生第十字 但他没有通天彻地翻江倒海的本事 所以世人势力 只认龙有九字 奎龙上身 专以祸人 但他有个缺点 没法隐身 总会在左腕留下类似纹身的印记 这秘密要是传开 这玩意儿也就不顶用了 别人只要一看到身上有着纹身 就知道是中了圈套了 所以一直以来 奎的存在 在关内就只有极少数的高位者才知道 说到这 他略顿了顿 然后看向赵关寿 瞧见没有 我都透露了这么多了 他一点都不惊讶 所以啊 你别把叶刘希这干人想得太简单了 他知道的 可能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啊 他嘖嘖有声 袖子一拉 眼珠纹身 继续说下去 奎分三种 第一种叫吞奎 很有意思 像爬虫一样 吞是人的记忆 一件完整的事 他会吞了前半段 让你记得后半段 吞了大部分 让你记得小部分 这也是失忆 但比失忆保险 你看小电影里 那些失忆的人 脑袋挨了重击 或者看到熟悉的场景 总会突然记起些关键的事 多要命啊 吞奎就靠谱多了 有他在 这些意外 永远不会发生 昌东垂下的手 慢慢拳起 第二种叫带奎 他也很妙 会把你记忆中的某个人 严丝合缝地替代成另一个人 从小到大 各个细节 无意疏漏 第三种叫不奎 你根本没见过这个人 但补奎上身 你就会以为 自己真的有一个 出生入死的密友 情比金尖的爱人 或者不共戴天的敌人 哪怕那个人根本不存在 所以这奎 是不是很稀罕啊 只是可惜啊 草能春风吹又生 但绝妙的玩意儿 总是灭绝得太早 关内最早消亡的 就是补奎 到了我这边 关内的奎 只剩下最后两条了 一条是吞奎 一条是带奎 而且一条奎 一生只能用一次 一年多以前吧 为了化解 灌内千年一遇的危机 我已狠心 把这两条奎 都给用了 作者有话要说 看来一百张 没有后注啊 不过没关系 计划通常都是 因为误差才美丽的 咱们把误差 控制得尽量少就行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